阿妈盘到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看一下 恒晴的环境 这里就是恒晴的广场 建筑物都很欧美风 恒晴现在有很多新的楼盘 都吸引了很多 人来看 所以他们就看一下 就是这个楼盘怎么样 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恒晴就发展得很快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楼盘 然后他们的楼盘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就可以看得到海景 现在这个海景呢 就是从这个楼盘看出去 就是这个样子 里面呢就是很干净 然后给人家一种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楼盘已经有家居啊 因为这个就是展示的楼盘来的 然后它的风格都很欧美的 就是很国际化 然后一点都不觉得很熟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潜力的 现在的恒晴呢就 潜力很大 所以很多人呢都 呃会搬过来这里居住 所以有很多楼盘 他们都呃就是出售 这个楼盘的景就是很一流 然后你就是吃饭啊 然后怎么样 你也可以看到夜景啊 海景啊那些 所以就相当的高级 跟如果你居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就是可以很舒服 很享受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很勤 看楼盘 因为他们都觉得以后这里的发展会很好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很新 然后它的地段也很方便 所以很多人觉得住在这里 然后空气也很好 然后景色也就这个海景 就很吸引人 我觉得它以后的发展会很不错 也是很有潜力的 这里就是横琴啊 来到横琴的 食街啊 一个商场啊 那个是什么啊 那个是中央会啊 横琴中央会 很多食肆 很漂亮 尝试一下 横琴 过来这里吃下这家很出名的点心 香港、澳门都有的 现在开始来横琴 现在开始来横琴 这个是一个中央会 一个食股、食街 OK的 现在 很多人来横琴吃蚝 这家是蚝大鲜 现在走向对面那家就是吃蚝 这家的鱼 我现在来这家 这家 我现在来这家 这家 月酱 这家 这家 扁心酒楼 但是有海鲜吃 这家 是眼花啊 有海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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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来了 就是这样 准备喝茶了 这个视频又到这里 如果喜欢就点赞 订阅跟分享啦 拜拜 拜拜